我如果要本来是从SS里面抓资料到我们问题05里面 那我今天假如说呢 我们的这个资料不是从SS而是从Excel 那也就是说我今天把Excel当资料库来 那可不可以把Excel当直接干脆取代那个什么取代SS 哇把Excel取代SS 这感觉好像感觉好像是满满这个方就是当然你可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可以少少一个SS那是不是SS从此以后 感觉好像应该就已经完全被彻底取代了 那你还有什么时候会需要用到SS几乎没有了 OK所以基本上那我们怎么做了 我们首先第一个你一样先把你原来的问题05好了 那我是把它再复制复制之后再贴上 复制贴上之后把它名称改成问题05刮糊资料好了 那里面的话很简单 结构你先确定一下里面是不是也会有个工作表 因为这个工作表将来就变成资料表 以后的那个Excel档案它就变成资料库了 那也就是我们将来的资料来源就是从什么 从我们的那个问题05里面而来的 那里面的话现在看到是有也是要2000多笔 那我是这样做把它复制贴上之后 刮糊改一下它是资料 资料来源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能够从那边取得的话 那动作基本上是一样 刚刚是一样是做个彩排 那只是说把那个刚刚的动作 其实再做一遍 哪个动作 资料 刚刚是有一个 我先从这边好了 从这边再拉一个过来 复制一个 复制一个从这边 有没有要放A1 然后Ctrl Shift向右 向下 做什么删除 删除完之后呢 跟刚刚一样 资料 刚刚是从Assess 不过呢 现在是从什么 从Excel 但是你会发现 它里面没有提供什么 这边看起来是没有 它只有从Assess 从Web 从文字档 但你想要不要汇出成文字档 不要那么麻烦 不过旁边还有个什么 其他来源 其他来源里面呢 其实也看不到Excel 不过我是有 我用 我是有试用 最下面那个 叫什么 Microsoft的那个query 这个其实是可以的 那怎么做 后面步骤 其实稍微 可能会稍微注意一下 其实也可以用Excel当来源 那做法上就是这样 点它一下 它会多一个选择 选择来源 那选择来源 各位有没有发现 在第三个选项 有一个什么 Excel file 其实 有没有 用这个啦 OK 那怎么做 1点它 2浏览 浏览之后的话 一样找到你那个Excel 放的位置 因为我也是这样放在我根木木底下 我是放这边 这边底下的话 我的Excel这个范例 那我刚刚有一个 就是Excel的 跟正一下 跟正一下 这个地方 先选它一下 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的 才是这里 直接选Excel file 再去选 那个 那个就是 那我们告诉它说 我的档案是放在 不过它这个 这个画面感觉 会比较 这个画面感觉 比较老旧的那个版本 这边有出现了 OK好 那按确定 直接选Excel file 按确定 它会跳出这个画面 选到我们要的这个档 然后呢 并未储存可用的 等一下 有可能是这个 它对那个 干脆 因为 干脆把它改一下 底线好了